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距离新机发布会不到两个月了 听说苹果8以及各个系列老款机器 大家都全面往下掉 新款机器往上涨 今天我们去市场看一看市场行情到底怎么样 我们直接来到四楼 看看今天的8代什么价格 因为今天苹果8卖的特别多 书人档口看了这台苹果8亮机哈 橙色都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看边框95星没有任何瑕疵与明显可碰 标准亮机拿回950米 橙色花一点的话 只要800多米就能拿这几台打包回去给粉丝发货 对市场一系列的了解与对比iphoneXR目前也是掉为千元机 目前有所版本的拿货1800无所拿货1900 这样的价格你会选择谁呢 给浙江里哥拿一台12pro max就投上一个科 拿货只要6500米比128级的冲心还便宜 因为资金比较少 只能选择这台比较花的机器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给江西武器的群众拿一台iphone11 128G的 这台无所的iphone11目前拿货是3650米 色小滑一点或者电池效率低一点的还会往下降 性价比还不错 拿完机器到华强北龙盛这里拿一些我们深圳特产 因为一个粉丝想要一台m16p 我们在这找的m16plusm26plus都有 他预算150左右 我们就给他看了一下m26和m16 这两款机器在网上都是比较火爆的 因为都是宇航员表牌嘛 拿回家发货 挖枪北耳机9块9就能拿下 甚至还有几百米的都能拿下 一分钱一分货 有喜欢的也可以找我代彩哦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把这些新机拿回去先把货发了